这个男人为了体验被人活吃的感觉,竟甘愿自当两脚羊,给变态食人魔享用,男人名叫阿强,他的妻子因厌食症活活饿死,为此的长期抑郁,每当看到妻子的照片都会陷入极度的悲痛,这天他像往常一样来到酒吧买醉,不料却被一个神秘人盯上,对方似乎看出他状态不佳,递给他一张名片,让他有需要可以打给自己。 刚开始阿强并没有在意,直到他抑郁症再度发作,准备拿起匕首了结自己的时候,注意到了桌上的名片,鬼使神差打了过去,一番交谈之后,才知道对方名义上是自杀协助,实际上却是一个变态食人魔,显然是想把他吃掉,虽然有些震惊,可一闭眼就看到女友惨壮的阿强,还是没忍住答应了。 第二天,两人来到酒吧碰面,直接男人打开手提箱,掏出一份自杀协议,让阿强签署,阿强刚开始还有些犹豫,直到看到妻子的幻影,他才最终签下了自己的名字,准备下去,和妻子早日相聚。 就这样,阿强被丧彪带回了家中,直接里面设施陈旧,脏乱不堪,根本不像是正常人居住的地方。 没等阿强反应过来,丧彪就递给了一杯酒,让他喝下去去去腥,紧接着打开了煤气罩,给运斗插上电,为之后的烹饪做着准备。 而此时的阿强似乎有些饿了,顺手拿起桌上的蛋糕吃了下去,可没过多久,就抱着鱼缸大吐特吐,显然蛋糕有问题。 丧彪赶紧扶着他坐下,顺便给他来点科技鱼狠活,只见他戴好橡胶手套,拿出一剂针管,直接将麻药注入阿强的体内。 等药效发作之后,再拿着修脚钳,硬生生地割下了阿强的中指,接着又拿出电运刀,按在他的伤口上止血。 一通忙活之后,阿强看着新鲜出炉的造型,竟莫名感觉还不错,而他五指姑娘则被放在皮银底锅上不断地翻炒。 只见丧彪连眼也没放,就将他烹饪好了,塞进嘴里细细品尝之后,丧彪竟还想再来一根。 好在他知道,韭菜得慢慢割的道理,便招呼着阿强回屋休息。 阿强乖乖照做,但随着麻药逐渐失效,剧烈的疼痛让他辗转难眠。 于是他来到卫生间,将一整瓶安眠药吃了下去,想要就此了结自己。 恍惚间,他似乎又看到了妻子的幻影,最终还是将安眠药抠了出来。 没想到第二天,丧彪就发现了空旷的药瓶,认为阿强违反两人之间的合约,粗鲁地将他的手固定在桌上,准备对他进行更为残忍的惩罚。 这个恐怖的诗人组有多凶残,只见他拿起钢具,想要直接卸下男人一条手臂用来红烧,结果忘记打麻醉,疼的男人是哭爹喊娘。 为了不影响自己创作,丧彪只好将纸腾药捣碎,放入果汁中,搅拌均匀之后,强制味剑了阿强的嘴里,接着又开始心一轮的忙活。 伴随着阿强的尖叫声,他的一只手臂就这样被卸了下来,丧彪细细抚摸着阿强的断臂,感受着这紧致的肉感。 接着,他将肉切片,进行深度加工,再摆上刀叉,倒上一杯香槟,开始细细地享用,边吃还不忘边发出感慨。 就在这时,门铃声响起来了,原来是警察上门了,丧彪赶紧将阿强扶进浴室,两个警察进门之后,表明了自己的来意。 可丧彪却解释,自己在看恐怖片,没想到,憨憨警察竟然相信了这个说辞,其中一名女警提出想去卫生间,阿强虽然一脸紧张,却还是答应了这个请求。 没想到,女警进去之后,只顾着对镜子欣赏自己的盛世美颜,全然没有注意到,玉莲后面被困打墙。 而另一边,正在客厅的男警也没闲着,他竟然盯上了丧彪的食物,还递到嘴边尝了起来,看他一脸享受的表情就知道,他对着烤肉很是满意。 说着,还不忘递给女警也尝尝,可女警品尝后却说, 这下丧彪直接一整个呆住,好在他接着又补充道, 两个汉汉警察就这样,对着丧彪一顿彩虹屁吹捧,全然不知道,眼前的是个变态杀人魔。 警察走后,阿强麻药失笑,逐渐清醒过来,丧彪给的递来一杯香槟,两人举杯共饮,一起谈人生谈理想, 情到深处时,还不忘来张合影,将阿强送回房间休息之后,丧彪还将照片贴在了最显眼的位置。 第二天,心情不错的丧彪还开着车,带阿强出门游,在此期间,他们遇到一群精神病人,也许是看不惯他们的蠢样, 丧彪突然间爆起,一枪击中病人的游艇,没学会游泳的他们,瞬间掉入河中,阿强见状想要和他理论,没想到竟也被踹入了河里。 这个男人从来不买肉,却顿顿有肉吃,而肉的来源就是眼前凄惨的男人。 自从亲眼目睹,丧彪将精神病人杀害之后,阿强终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,决定无视合约终止这一切,可丧彪哪里会让倒嘴的鸭子飞走呢? 既然撕破了脸,那他也就索性不装了,决定给阿强来点新花样。 他将阿强暗倒在地,接着给他注射一剂强力药剂,阿强瞬间失去了反抗能力,就连表情也没有一丝的改变。 只见丧彪拿出锯子,也不打麻药,直接朝着他的小腿开始整活,尽管眼泪从阿强的眼眶流出,但丧彪依旧无动于衷,反而更加卖力,谢谢了他的一只小腿。 正当丧彪准备烹食的时候,手机铃声响起,原来是约会提醒。 他清洗身体,换下代谢的服装,转了几趟地铁之后,终于到了约会地点。 吃饭的时候,女人问丧彪有没有什么特殊癖好,他一个没忍住,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。 女人被吓傻了,起身来到卫生间,而丧彪则顺走桌上的匕首紧随其后,三两下将女人解决。 回家后,压抑了一天的他拿起刀具,就要对着阿强的大腿发现。 可就在这时,憨憨警察又来了,家里已经满是血迹,清理犯罪现场已经来不及了。 关键时刻,丧彪灵机一动,找了一幅油画,用大腿在上面创作。 警察上门之后,误以为阿强是一位画家,竟对着他刮目相看,就连血滴在鞋上,也浑然不知。 可就在两人出门没多久,就收到了队长发来的消息。 凶杀案嫌疑人就藏在附近,他们才终于发现了鞋上的血迹,于是他们再次返回确认。 与此同时,屋内的丧彪听见警察的动静,立刻拿出两把菜刀藏在身后。 开门后,面对两人的盘问,他灵机一动,让警察看向身后,就在这一转身的功夫,两人就被丧彪给干掉了。 于是乎,浴室又多了两具新水体,而此时,阿强也逐渐清醒。 他开始大声呼救,丧彪见状将他推出屋外,还不忘端出烹饪好的肉排让他使用。 此刻,他还假意将枪放在桌上,再给阿强解开绳索。 没想到,阿强果然中计,直接将枪对准了丧彪。 等开枪的时候,这才发现,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,这一切都是丧彪的考验。 但阿强并没有挺过,就这样,丧彪开始一系列诡异的操作。 只见他戴着警察的帽子,开始了角色扮演,最后更是拿着枪,直接朝自己的脚来了一下。 这一切都让阿强认为,丧彪就是个疯子。 紧接着,这个疯子又拿着匕首眼含泪水,祈求阿强原谅自己。 但经历了这一切,阿强早已黑化,他瞅准时间将头刻在桌上。 丧彪就这样,以戏剧化的方式,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 而阿强则滚下椅子,艰难地爬到窗边,等待着警察的救援。 就在这一时,妻子的幻象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,确实和他做着最后的告别。 尽管阿强只剩下了一只手臂,但这一刻,他的内心终于得到了解脱。 也从这一段如梦如幻的经历中,他重拾了活下去的勇气。 悟空闹电影,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。